一年很热的夏天 有一队人出去旅行 有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 拖鞋在玩水的时候掉下去了 到岸边的时候 这个岸边全是晒得很烫的鹅卵石 儿们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于是女孩就向别人寻求帮助 可是谁都只有一双拖鞋 女孩心里非常不高兴 因为她平时经常向别人求助 只要她一撒娇 就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可是这次没人理她 她突然觉得这些人都不是好人 都是见死不救的 后来有一个男孩将自己的拖鞋给了她 然后自己光着脚在晒得滚烫的鹅卵石上面走了很久 还自己嘲讽自己说 啊我这叫铁板烧 女孩子没有感谢她 这个男孩子憋不住了 说了 小女孩你给我记住了 没有谁是必须要帮助你的 帮助你是出于别人的善良 不帮你也是应该的 这个小女孩听到了这句话 心里刚刚才开始转悟 懂得了原来别人帮助 心中要给予感激的回报 我们人总是在很多的时候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一开始我们感激不尽 时间长了 人家帮助我们习惯了就习以为常了 习惯了别人对自己的帮助 就认为人家帮助我们那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别人对你不好 你就会埋怨甚至愤恨 其实不是别人不好 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得多了 习惯了得到就会慢慢忘记了感恩 所以学博人学会感恩就学会了慈悲 拥有慈悲就拥有了悟性 觉悟的心才会让你拥有明天的美好 好啊 谢谢大家